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平安 今天很高兴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共同学习的主题是 人人都需要救赎 首先想跟我们一起来探讨 有关罪的问题 什么是罪呢 从法律上来说 当一个人违反了国家政府的法律 构成检察官可以向你起诉 以及法官能够对你判刑 这个叫做罪 但是我们如果从圣经上来看 神对罪的看法就更加的超越 在罗马书第三章的二十三节 那边这么讲 那边说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什么叫做亏缺了神的荣耀呢 原来 罪这个字 在圣经的原文上 指的就是达不到 神的标准的意思 我们从圣经知道 世上的人是照着神的形象而受造的 有神的仁义跟圣洁 神当时造人的目的 也就是要让人来同享祂的尊荣 只可惜 世上的人 当罪入了这个世界之后 却活不出神当时 所造人的那份尊严 所期许的那份荣耀 所以世上的人 都活在当行的善 不行当 避免的恶 却偏偏去做 在圣经里头 传道人保罗 他本身有一个 非常切身的感受 记载在罗马书的七章 十八节到十九节那边 保罗说 立志为善游得我 但是行出来 却游不得我 这就是世上的人 最切身的一个体验 所以当我们 想要行好的时候 我们做不出来 当我们不想去 做坏事的时候 仿佛有一个力量 不断的 说实的我们去做 另外 在亏缺神的荣耀的部分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当思想的善事 我们却不思想 那不当思想的恶事 却偏偏去想 这个在神看来 也是一种 亏缺祂的荣耀 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 曾经这么说 说如果你们看到妇人 就动了一面 其实你们就已经跟他犯奸淋了 我们试想想看 在这充斥的色情暴力的世代当中 无论是媒体 报章 杂志 还有网记网络 无不到处充斥着色情跟暴力 我们想想看 当我们在当中 每天接受这样的一个思潮 每天受到这样的一个影响 有谁不动营练 有谁不想路飞飞呢 接下来 还有一个 亏缺神的荣耀 就是应当敬拜的真神 我们不敬拜 而那些不是真神的 我们却盲目的来崇拜 就如同罗马书 第一章的二十节到二十五节 那边所告诉我们的 在罗马书的一章二十节 那边说到 自从造天地以来 神的神性跟永能是明明可以知道的 虽是眼不能见 但借着所造之物 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因为 他们虽然知道神 却不当作神来荣耀他 也不感谢他 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 无知的心就昏满了 自称为聪明 反成了愚拙 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 变为偶像 反复是必朽坏的人和非情种受昆虫的样式 是看我们今天世上的人 所敬拜的宗教也好 对象也好 都是这些受造的 而不是那个造物的主 所以在神来看 那个应当敬拜的神不拜 不当来敬拜的偶像假神 而敬拜 这个也是亏缺的神的荣耀 所以我们亲爱的朋友们 我们想想看 天底下有谁没有犯罪呢 所以在圣经 神的角度看来 世人都犯了罪 都亏缺了神的荣耀 都必须要寻找这个赦罪之道才可以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